Samsung Odyssey Neo G9 絕對是近期所有玩家跟雙螢幕使用者的夢幻異品 不過究竟在實際使用中表現如何 邦尼這次帶大家完整來看 三星 Odyssey Neo G9 外觀跟上一代 Odyssey G9 非常相近 大家應該也比較熟悉了 邦尼就只講重點 這次在外觀上 Neo G9 一樣可以調整左右角度以及撫養傾角 高度上採用五段式的支架設計 也就是說你可以依照需求隨意懸停在你要的位置 背面採用白色視覺的背板 搭配上 Odyssey Logo 以及幾何線條勾勒 還有至中的 Infinity Core 無線核心設計 近看的話 三星透過多層幾何組件堆疊出的立體透明空間感 細節很足 配上這次的 Core-Sync RGB 燈效 可以根據遊戲畫面自動變換 RGB 整體設計還是滿帥的 電競感也很夠 正面採用黑色為主要視覺相對簡約 但能夠更好地融入家中擺設 左下角則是有 NVIDIA G-Sync Logo 當然作為視覺感滿滿的螢幕 Neo G9 也延續了整線的功能 可以把線材藏進支架 降低視覺干擾 螢幕支架則是有耳機架的小設計 接孔上擁有 3.5mm 耳機接孔 出乎意料的給了兩個 HDMI 2.1 一個 DP 1.4 一個 PC 連接孔 以及兩個 USB 3.0 接孔 最後如果已經決定要入手的朋友 還是提醒大家 雖然組件不算多 但 Neo G9 體積比較大 所以在組裝時 務必 一定 肯定 絕對要按照說明書步驟安裝 會是最順的方法 然後在移動時 建議兩個人一起避免意外 最後注意桌子大小 邦尼自己建議 寬度有 70 公分以上會比較足 好啦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直接帶大家看最重要的螢幕表現 Odyssey Neo G9 硬體規格還是非常強悍 搭載一塊 32 比 9 49 吋 5120 x 1440 的 240Hz VA 顯示器 擁有 12 位元的黑階 同時支援 NVG-Sync 相容 以及 AMD FreeSync Premium Pro 螢幕反應時間達到 1 毫秒 簡單來說 就是兩個 27 吋的 2K 240Hz 螢幕無縫組在一起 這也是為什麼 32 比 9 的螢幕除了遊戲 也是許多剪輯師 影像創作者的夢幻異品 長時亮度可達 420 尼特 峰值亮度最高可達 2000 尼特 非常驚人 官方標示的原生對比 則是可達 100 萬比 1 而這背後的工程 當然就是這次最大的亮點 Mini LED 沒錯 Nio G9 在跟上代相近的價位下 三星居然採用了 Mini LED 背光 邦尼還是幫大家複習一下 Mini LED 的螢幕重點 以及為什麼大家期待 邦尼先帶大家簡單看懂螢幕怎麼亮起來 要讓螢幕亮起來 就需要有光源打到面板上 透過光源打到面板上點亮螢幕 這就是 LCD 背光技術 當然就有人問 這光源怎麼來的呢 簡單來說 目前主流技術有測光式跟直下式兩種 先來說測光式背光技術 就是在面板上下或左右放入背光模組 背光模組大家可以想像就是 LED 燈條 接著點亮側邊的 LED 燈條後 再透過導光板讓光覆蓋整個螢幕 然後螢幕就亮起來啦 可是邦尼也講過很多次 把燈條放在邊緣 就會造成在顯示上邊緣比較亮 中間比較暗的問題發生 也可能造成邊緣產生異光 更重要的是 一般的 LCD 螢幕 即使畫面只顯示一個小點 螢幕也需要點亮所有 LED 模組 讓光從側邊透到螢幕中間 才可以點亮那個白色小點 或是過往只有十個側光分區的螢幕 空光效果也非常有限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大部分螢幕無法顯示全黑的畫面 在黑色面板的邊緣會透著光 那有沒有其他更好的解決方案呢 有 就是電視中常見的直下式背光 簡單來說 直下式技術就是讓背光模組平均分布在面板後面 如此一來 也就解決了放在側邊有亮度不均勻的問題 那只有一個小黑點就需要點亮所有 LED 的問題 又該怎麼解決呢 這時候就需要分區空光的技術來解決 簡單來說 具有空光能力的電視 可以控制在面板後面的 LED 模組 當這邊有顯示畫面時 我再點亮這個區域的燈珠就好 回到剛才只有一個小點的狀況 具有空光能力的直下式電視 就可以只開啟一個小區域的 LED 關閉其他區域的燈珠 讓畫面盡可能達到全黑 好 既然弄懂電視上的螢幕是怎麼點亮的 我們就看回來 Neo G9 的螢幕 相較起過往傳統的 LCD 顯示器 在顯示畫面時需要點亮整個螢幕 Odysee Neo G9 採用的 Mini LED 背光技術 就相近邦尼剛才提到具有分區空光的直下式背光點式 可以單獨控制每一個 Mini LED 分區的開關 只不過最大的差異 落在 Mini LED 體積更小 可以達到更細膩的分區控制 在 Odysee Neo G9 的分區上 就達到 2048 個 以市場上電腦顯示器目前的表現來說 還是非常驚人 所以說以於 Mini LED 技術 現在 Neo G9 在顯示白色小點時 就可以關閉其他分區陣列 只開啟白色小點後面的燈珠 讓動態對比表現更好 不過既然說是 Mini LED 背光 所以在顯示小白點時 從旁邊側看 還會伴隨著一小圈光暈 這也是邦尼稍早提過 Mini LED 目前存在的問題 而 Neo G9 解決光暈的方法 跟各家電視的控光策略 其實比較相近 因為分區控光 可以更好地控制暗部 所以當遇到全黑的低光場景時 Neo G9 會降低分區亮度 進一步控制光暈問題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過往有分區控光的電視 在光暈的處理上 不會這麼明顯 不過老實說 畢竟 Neo G9 體積足夠 可以更好地調整 Mini LED 模組產生的光暈 邦尼認為 Mini LED 對現在來說 會是一個明顯的大躍進 而未來幾年的 Mini LED 應該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 持續針對控光 跟 Mini LED 燈珠模組最佳化了 但不論如何 今天如果以目前各家同級顯示器的標準來看 考量到售價 以及 Mini LED 加持的表現 Neo G9 還是可以穩穩拿分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再選單 調整分區控光的強度 以及關閉分區控光 而在實際表現上 Odyssey Neo G9 常識亮度 經過邦尼實測 在SRGB 模式中 落在 340 尼特左右 高亮模式中 可以達到 400 尼特 如果是把區域調光 調整到低或高 更可以達到 500 尼特以上 更重要的是 在播放 HDR 影像時的峰值亮度 實測真的可以達到 2000 尼特以上 不過大家別忘了 這是一台放在家裡的電腦顯示器 不會有在戶外需要高亮度的問題 所以常識 300 到 400 尼特 其實就已經非常夠用 而 2000 尼特的峰值 更多的是在看 HDR 影音 破完遊戲時 可以更好地發揮 Mini-LED 的動態範圍 尤其受益於 Mini-LED 帶來的動態對比 在 Neo G9 上的高光表現 還是非常驚艷 如果畫面上有一盞燈閃到鏡頭 在螢幕面前的你 絕對也會有被燈閃了一下的感覺 如果燈泡亮起 Neo G9 也可以提供非常好的動態對比 如果是遇到一些低光場景 Neo G9 因為有 Mini-LED 加持 所以暗部可以黑得更深邃 不過為了抑制光暈 亮部發揮空間稍有受限 顯色上根據官方數據 達到 126% 的 sRGB 經過邦尼實測 Neo G9 的確可以覆蓋 100% 的 sRGB 84% 的 Adobe RGB 以及 91% 的 DCI-P3 除此之外 這次同樣是採用 1000R 的曲率 簡單來說 1000R 代表的就是以你為半徑一公尺 產生的弧線曲度 主流大多是 1800R 也就是 1.8 公尺為半徑 大家可以參考畫面上的曲度差異 1000R 的 Neo G9 也是目前最取的螢幕之一 那為什麼要取呢 簡單來講 曲面可以更好地包覆你的視覺 除了可以在更窄的視線裡看到更多畫面外 畫面佔滿你的視線範圍 沉浸感也會來得更好 不過初次使用的朋友 可能要花些時間習慣 有一個好玩的地方是 因為 Neo G9 的曲面面積非常可觀 對著螢幕講話 居然會有回音的感覺 同時 VA 的特性 就是在測看時比較容易產生色偏 或是你個人專屬的螢幕 不過老實說 Neo G9 已經這麼取了 你當初在買的時候 真的有考慮過要給別人看嗎 而在實際體驗上 邦尼認為在跟大家講 32 比 9 對生產力 遊戲有哪些優點 其實也沒什麼意義 畢竟這完全是依據個人使用習慣跟使用場景的選擇 沒有絕對 所以邦尼就帶大家一起來看我們的使用方式 大家也可以一起體驗 首先 切說專業需求 邦尼團隊其實已經使用 Odyssey Neo G9 當成主要剪輯螢幕好一陣子 經過邦尼實測 在 sRGB 模式下 平均 Delta E 表現也不錯 達到 1.58 而大家關心的效能問題 其實要推動 Neo G9 不難 5120 x 1440 其實就是兩個 2K 需求略低於 4K 而以邦尼的工作流程來說 Neo G9 印象最深刻的 還是 32 比 9 對影像創作工作真的非常順手且方便 不論是 Premiere Pro 剪影片 或是 A1 做動畫 都更加舒服 以前有兩個螢幕 其實也沒有不好 但就是視窗會被局限在兩個螢幕的大小中 而 32 比 9 的好處 就是少了邊界舒服 可以更彈性的調整視窗大小 對了 若是以創作需求入手這款螢幕的朋友 邦尼有幾個提醒 雖然是 32 比 9 無邊際的螢幕 但還是記得要花時間調整到最順手的排列 不要一股腦把時間軸拉滿螢幕 那就真的只是時間軸拉滿螢幕而已 另一個則是邦尼自己期待的 大家也知道邦尼已經製作 4K 60fps 影片好一陣子了 所以期待下一代的 G9 可以把解析度再拉高 不過其實也有點為難啦 畢竟要達到 7680 x 2160 在技術上跟周邊要能發揮 都還是有技術難點 而如果你是遊戲玩家 那就是爽感滿滿 也不用想解析度的問題了 畢竟拉高解析度 現在的硬體上限也不一定推得滿 同時 Neo G9 也支援 G6 相容 以及 FreeSig Premium Pro 不論你是哪一個平台都可以相容 邦尼這次使用 RTX 3090 搭配 PUBG 實測 在 PUBG 中 輕鬆跑滿 200fps 以上不是問題 可以很好的感受 240Hz 螢幕更新率帶來的跟手感 如果是希望透過 32x9 好好的追求遊戲場景 Neo G9 也可以帶給你不錯的表現 尤其在一些追求畫面的大作中 高光和暗部場景 Neo G9 的動態表現還是非常優秀 除此之外 240Hz 在日常使用的流暢感也比較足 而在 Neo G9 上 也支援 Picture by Picture 的分割畫面功能 例如左邊使用 PC 右側接上 PS5 終點是 這代的 PVP 模式下 最高也支援 120Hz 螢幕更新率 當然也可以設定成 Picture in Picture 的子母畫面 邦尼認為這代的 Neo G9 雖然外觀跟上代接近 但實際上修正了上代許多槽點 包含初期的供貨運送問題 顯卡相容性 PVP 只有 60Hz 以及 Mini LED 大大解決了邊緣溢光 而在接口上也是順應名義 給了兩組 HDMI 2.1 搭配一組 DP 等等 這代的 Odyssey Neo G9 邦尼認為是整體更加成熟的作品 尤其在價位相差不大的前提下 也下放了可以說出前拿走的 Mini LED 背光 除了高光表現更能發揮 更重要的是暗部場景對 G9 系列可以說是賣了一大部 應該可以說是 32 比 9 顯示器有感更新的其中一代 對未來的期許嗎 邦尼自己就是自信期待再拉高解析度 雖然說遊戲根本吃不滿 但對創作需求來說還是禮多 好啦 本期節目先到這邊 如果你還有邦尼沒說到或任何使用上正在猶豫的問題 都歡迎底下留言一起討論 如果喜歡本期的節目不要忘記訂閱邦尼幫你 並且打開小鈴鐺即時收到最新的評測通知 當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 Instagram 以及 Line App 找到我們 如果還有其他問題別忘了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期影片再見啦